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,名氣中朱柔孝,在乾清宮正式登基,定年號為天啟。 一個無比複雜,又精彩絕倫的時代,就這樣開始了。 楊蓮終於完成了她的使命,自從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二十二號開始,短短十五日時間半個月之內,她無數次絕望,又無數次憤怯。 什麼紅丸啊,闖工啊,搶人啊,拉攏啊,硬撼啊,什麼任招、狠招全部用了。 最終她成功了。根據史料記載,在短短的十幾日裡面,她的頭髮變成一片花白。 真是不只是出力的,用腦的啊,大哥。 而當天啟皇帝朱柔孝坐在皇位上,看著這個為她順利登基,而費盡心血的人的時候,她知道自己要回報了。 於是,幾日之後,楊蓮升了做兵科刀級時鐘,一年之後,做了太常少卿,同一年,繼續升為刀察院左遷刀御使,最後又做了左副刀御使。 短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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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最后做刀冊院左刀御史,东林党人孙慎恒,升任做礼部尚书,东林党人左光斗,先是升任做大理子少卿,一年之后又做刀冊院左签刀御史。 还有很多人陆续都升官升官,若干若干,太长了,不讲了,省略了。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,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,集体才是伟大的,现在完全信了,东林党人集体成功。 好了,做皇帝的就做了皇帝了,升官的就升官了,滚蛋的就滚蛋了,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,现在已经被人忘记了。 明光中诸常禄,作为明朝一个很短命的皇帝,他的人生真是可以用四粒字去认为,苦大仇心。 一出世就不受重视,妈妈又被人冷遇,大个左勒书又读不到,太子又做不到,即基本上算是三不管的。 医食住行的级别又很低,低得连刺杀他的人,都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,拿着木棍就杀了进来了。 好了,很不容易熬到登基了,又被老婆逼,忍了几十年,不停放纵一下而已,身体又受不了。 看医生吗?又遇到那个黄鹿医生,那就去吃先丹吧,结果真是先认识。 而更加搞笑的是,很多历史书写到他这里,基本上没什么提醒他。 说的都是什么三大案,郑贵妃,李选士,基本上没有他份。 原因很简单,他只是做了一个元皇帝。 而在他死之后,为了他的年号问题,那帮大臣还拗争死。 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就万历死,而一个月之后八月就他死,而他的所谓年号太昌,就从来都没有用过。 那就有问题了,如果将万历四十八年当作是太昌元年,那是不行的。 因为直到七月份他老婆还在。 但如果你要将第二年当作是太昌元年,那又是不行的。 因为他去年就死了。那怎样呢?第二年是他的儿子的。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不了。 凭借着一帮大臣,无比高超的和熙黎技术,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,隆重登场。 其实想起来也只能就是这样。 万历四十八年,一月到七月, 这个就叫做万历四十八年。 而由八月份开始,就为太昌元年。 接着去到第二年呢,就叫做天启元年。 那就是说,在这一年里,前七个月是他老婆的。 第二年就是他的儿子的。 而他的年份呢? 只有一个月。 奥迷曼斯。 那原因也很简单,因为他就是做了一个月皇帝。 所以有人跟我说:"原来有时候历史很有趣。 我跟他說其實是很沒趣,因為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之下,歷史是沒有政府的,只有成敗。 現在的左刀御史、左副刀御史、利報尚書、刑部侍郎、大理子誠等等的政權,全部都落在東林黨的手中。於是,東林黨就很強大,強大到無以復家的地步,對於這個現象,歷史上稱為縱正營朝。 根據某些史書的傳統解釋,從此之後,在東林黨人的管理之下,朝廷進入了一個公正、無私的階段,很多貪婪的壞人被趕走,很多善良的好人留下了。 對於這種說法,如果要用兩個字來評價,那就是胡說。如果要用四個字來評價,那就是胡說八道。 我之前曾經說過,東林黨也不是什麼善男信女。現在我再說一次,措施是這樣。 在掌權之後,這班兄弟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追查洪遠岸。 按道理講追查應該的,對不對?你畢竟皇帝死得那麼倒楣,是吧? 就算裡面是沒有什麼古靈精怪,但是兩個黃綠醫生,一個下了射藥,要他窩幾十次,另外一個送一顆鮮丹過來,要他吃完之後升上天的。 那無論如何,都應該追究責任吧? OK,追究沒問題,退一萬步講,就算你嫌追究責任之後還沒過癮的。 你也要搞多幾個幕後黑手出來的。 那,譬如什麼鄭貴妃,李選士,這幾個重點嫌疑犯,對吧? 那,袋子又臭的,現在又借了的,那就找他們咯。要打要殺,任你剁吧。 那,但是偏偏這些這麼現成的,他們不找。 找來找去,找了個老爺,方重哲。 天啟懸念,禮報尚書,孫慎行上唆,攻擊方重哲。 大概的意思就是說,方重哲和鄭貴妃是有勾結的。 而且他還曾經賞賜過李可雀,出了事之後呢, 就只是把這個李可雀趕回家,就沒有殺到他。 所以真是罪大我極,應與嚴肅處理的嘛。 這樣就真是有點無聊和惡搞了。 我之前說過了,李可雀最初過來獻藥的時候, 都還是方重哲攀他遲下的。 而後來打賞那些銀兩,是皇帝同意額頭的。 而所謂那顆紅丸到底是什麼樣子呢? 誰知道嗎? 那你不能夠胡哩胡逃,就說你下毒藥,砍掉他,不行的。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看,方重哲都是沒錯。 而且這個時候呢,由於東林黨掌權,方老闆已經很懂得做了。 他不打算繼續在那裡蹲,準備回家養老。 但是宣部長用自己的語言,完美地解釋了什麼叫做强詞奪尾。 他說:「重哲,眾無殺之心,卻有殺之罪,眾辭殺之命,難免殺之實。」 即是意思就是說,你老兄,就算沒有做低皇帝的心,也有做低皇帝的罪過。 就算你肯退休走人,這件事都不能夠當算。 強詞奪你還未算,還要趕盡殺絕。 閉下,以急討此賊,卻不共之首。 所謂此賊,不是指李可爵,而是內閣首父,他自己的頂頭上之,方重哲。 真是很明顯,他很刺動。 而宣部長激動之後呢,刀察院左刀御史周元彪跟著激動,又跟過來又上下疏。 反正不搞定,方重哲就誓不罷休。 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 七十幾歲的老人家人也答應說要走了,為何是不是拉著人來不放呢? 我告訴大家,是因為他們有這個不可告人的目的。 鄭貴妃是不重要。 李選士都是不重要。 甚至這個案子本身是什麽真相都是不重要。 他們之所以簡中蜂蟲節,要將這個整人進行到底,真正的原因是在於蜂蟲節是節黨,只要打倒蜂蟲節,借這個追查案件,就能夠搞定整批人,然後將這個政權牢牢地抓在手中。 結果,他們的目的是達到了,無奈之後,崔文星被人發佩南京,李可爵被人判流放,而蜂蟲節也都永遠永遠地離開了朝廷,明攻三大案就這樣結束,東林黨大獲全盛。 好了,那局勢就越來越有利了,而去到天啟元年的十月份,另外一個重量級的人馬回來,葉向高,東林黨裡面最勇猛的那個就是楊年,但是最聰明那個就是他了,而他回來繼續擔任的職務,繼續是內閣首富。 而作為這個明文天下的路滑頭,他的道理,是標誌著東林黨進入這個全盛時期。 那現在內憂已除了,就必須要解決外患了,有外患嗎?有啊!因為他們這個時候收到一個消息,就說瀋陽失陷。 蛤?瀋陽為何會失陷呢?那裏不是有洪廷拔洪生守住的嗎? 是的,不過瀋陽是在洪廷拔走了之後才失陷的。 怎樣呢?洪廷拔駐守遼東以來呢? 露爾哈赤那邊真是沒有了聲氣的。因為這個洪大人做人就很粗,但是做事就很細。 那些防守做到滴水不漏。在他的管理之下,露爾哈赤就變成了一個游擊隊長,只能夠時不時出去搶一下東西。 大單的,一單都沒有做成。而出於對這個洪廷拔的畏懼和憤怒,露爾哈赤就幫他改了一個花名,叫做洪蠻子。 熊蠻子。這個真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花名,因為洪廷拔是不單止對敵人蠻的,他甚至對自己也蠻的。 洪大人的個性我們之前說過了,異常飆悍的,而且一向不肯吃虧的。 還要擅長罵人。他罵完露爾哈赤,覺得不夠過癮。 一來二去,連兵部的領導,朝廷的那幫賢官,他都罵齊。 這樣就不行了,畢竟你還歸兵部管的嘛。 你罵賢官更加是不行了,平時只有他們罵人,沒有理由他們被罵的。 所以一來二去,大家就對罵。 罵到最後,洪大人不夠罵,走人。 而接替洪廷拔的呢,就是一個叫袁應泰的人。 在歷史裡面,這個袁應泰是一個評價很高的人。 說他為官廉潔,為人是清正,為政是精明。 就只有一個缺點而已,就是不懂打仗。 這樣就死定了。 他到任之後,覺得洪廷拔很嚴厲,不近人情。 城外邊有這麼多機民,為何不放他們進來呢? 就算打不到仗,將他們洞在城樓上,充數也不錯, 至少只有看。 那為何不放人進來呢?那些機民很慘的。 喂大哥,他們全部都是蒙古人來的。 但你,我們是袁大人慈悲為懷。 他打開城門,放了這幫人入城,親自招行他們。 好了,一個月之後,魯爾哈赤帶兵來打。 瀋陽首將賀世賢,拼死抵抗。 在關鍵時刻,之前招安的這幫蒙古機民, 開始在裡面大肆破壞,攻擊守軍。 呂應外合之下,瀋陽陷落。 賀世賢戰死, 七萬守軍,全軍覆沒。 這一天,是天啟元年3月12日。 那袁應太當然是很後悔了。 唉,真的,不應該呀不應該呀。 但他已經沒有什麼時間後悔, 因為他的命都不長。 攻陷瀋陽之後,後禁軍隊馬上整隊, 殺向下一個目標,遼陽。 當年, 遼陽的地位,是大致相當於今天的瀋陽。 是遼東地區經濟文化軍事中心。 亦都是遼東的首府。 這個地方,歷經整修。 浩溝環繞, 防守嚴密, 還有很多火炮, 堪稱是遼東的第一堅固城池。 結果, 守了三日。 戰鬥經過比較簡單。 袁應太帶著三萬軍隊出戰, 跟魯爾哈赤捏過, 人家六萬騎兵, 結果不夠抽, 退回來,守了。 然後, 又是城入那些後禁奸勢, 放火破壞, 又是這招。 魯爾哈赤咀咀咀咀咀咀咀, 但不知為何總是沒有人防他。 接著, 後禁軍乘開而入, 遼陽就這樣陷落。 而袁應太看著城池失陷, 他很鎮定, 很從容地穿上一套官服, 佩戴好支寶劍, 臉向南方, 吊頸死。 他不是一個稱職的大名將名, 但也是一個稱職的大名官員。 遼陽的雕塞, 標誌著局勢的徹底崩潰, 標誌著遼東成為後禁的勢力範圍, 也都標誌著從此之後, 他們想去哪去哪, 想搶乃樹搶乃樹, 局勢已經壞到不能再壞了。 所以, 就算不能夠用的人, 亦都不能夠延用。 洪先生, 你在哪兒啊? 回來啦! 天啟元年七月份, 洪廷拔前往遼東, 在遼東那裏, 他遇到黃化貞, 洪廷拔很不喜歡這傢伙, 從第一次見面開始, 因為他發覺, 這個人不賣他的帳。 洪廷拔這個時候的職務呢, 是遼東經略, 而黃化貞呢, 就是遼東巡撫。 從級別上邊看, 洪廷拔就是黃化貞的上級。 但是我們著名的小品演員, 陳佩詩說過, 角色是不重要的, 關鍵在於, 你會不會搶戲啊? 黃化貞, 就是一個很會搶戲的人, 因為他有後台, 所以他不願意聽話。 關於這兩個人的背景, 有些歷史書上是這樣介紹的。 他說洪廷拔是東林黨支持的, 黃化貞呢, 就是閹黨支持的。 所以最終的結局呢, 就再次證明說, 東林黨是多麼明智, 閹黨是多麼愚蠢。 但是我告訴大家, 這個, 這個結論啊, 不是虎扯, 就是裝糊塗。 因為最原始的史料告訴我們, 洪廷拔是胡廣人, 他是楚黨的成員。 而大多數時候, 楚黨是東林黨的敵人。 那麼洪廷拔怎麼來東林黨支持呢? 至於黃化貞, 你說他跟閹黨有關, 倒影未必是沒有, 不知道。 但是關鍵他的老師, 是葉向高啊。 天啟元年的時候, 閹黨站在一旁, 李晉忠那時候還未折騰, 連名字都還未改。 如果黃化貞真是靠這些人, 一早被洪先生趴去開門口。 他之所以囂張, 膽敢不聽說, 是因為他的老師, 是朝廷首富, 朝中的第一號人物, 葉向高。 哦, 洪廷拔到最終是對的, 所以他就是東林黨。 黃化貞是錯的, 所以他就是閹黨。 真是歷史了。 不是, 我不是說不能夠理解這些, 好東西歸自己, 壞東西歸到別人那裏, 這些邏輯, 不是不理解到, 只不過有時認為, 做人的事, 才有好多。 而關於黃化貞不聽洪廷拔的說話, 剛才講的原因是其一, 有後台, 很正常。 另外一個, 是因為他有兵, 比洪廷拔多很多, 當時明朝在遼東剩下的部隊, 大概十五萬, 全部是在黃化貞手裏面, 而洪廷拔屬下, 只有五千人。 所以每次黃化貞見到洪廷拔的時候, 真是根本都不聽洪廷的, 你說一句他頂一句, 激到洪大人, 真是不得拿刀剁死他的。 但是事實上, 不聽洪廷還不聽洪廷, 我們黃化貞其實也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, 明天再說吧! 明天再說吧!